境界法师 逆向操作因缘法的假善知识 下面是佛陀对末法时代的一个预言 预计末法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要挟赤圣世间 前逆奸妻 称善知识 各自为己 得上人法 减惑无实 恐令失心 所过之处 其家耗散 佛陀的正法 相法时代 正气强 这些妖邪不敢出来活动 但是到了末法时代 因为众生的供业 正气薄弱 所以就提供了这些妖邪活动的空间 他的子孙们就慢慢出来活动了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活动呢 潜逆奸妻 称善知识 他把自己这种精灵 妖魅 邪人的本位掩盖起来 他以过去生的善业力 变现出一个出家相 可能是比丘 比丘尼的这种亲近三宝的形象 他说什么事呢 他说自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神通力 基本上他做两件事 第一个 显现感应神通 他可能会经常告诉你一些事情 结果都是应验的 第二个 妄论疾凶祸福 用神通感应来判断你的疾凶祸福 他的目的是 简惑无实 恐令失心 佛教的根根思想就是 回光返照 向内安住的 而法师的责任就是 洪护正法 开人智慧 开启他人心中的光明 自我膨胀跟颠倒说法 都有误导众生的过失 把众生误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当然 这些假善知识 他会讲一些好的事 他一定也会讲你 未来一些灾祸的事 他用这种神通力 来迷惑没有政治正见的 凡夫众生 使令他失去了正念 譬如说 你未来有什么灾难 你就必须拿钱出来消灾 所以他所过之处 很多人就被骗取了财物 而财物耗散 佛教的修学 要改变生命的痛苦 它本来是从内因缘改变的 但是这些假善知识 它不是从内因缘改变你 它从外因缘去改变 我们之前说过 外因缘它是一个继承的事实 没有人从生命的结果去改变的 它已经长成一个水果了 你怎么改变呢 你要改变 从种子就改变了 你要改变你的因地 人生要改变 要先发愿 那么这个假善知识 刚好是错误的操作 它的操作方式 跟佛陀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 佛法是要我们先从内心忏悔 归依 发愿去改变你的生命 是从内因缘 去带动你的外因缘 结果这个人刚好相反 他没有要你从内心中 去修忏悔 归依 发愿 他要你拿钱出来 他用不可思议的方法 直接改变你的结果 这已经严重违背 佛法的因缘观 从结果改变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 没办法改变 因为这根本不合乎 缘其法 这个是错误的操作方式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 你被骗钱而已 你亲近这种善知识 当然你的钱就花光了 但这个问题还不大 更可怕的是 你养成一种错误的因缘观念 你会以为人生的改变 是先从改变外因缘 然后再改变那因缘 它会给你一种错误的认知 这个就糟糕了 它这个因缘法的操作 刚好颠倒 佛法是要我们先改变内心 因为你外面的结果 是过去的业力 你先求认命 认命以后你重新发愿 由内心慢慢去引导外境 结果它刚好相反 它直接改变外境 你这个人 你该放逸继续放逸 没事 我来帮你处理 这是一种错误的因缘操作方法 直接改变外因缘 那当然结果就是没有效果 这是佛陀预言到了末法时期 这种逆向操作 因缘法的恶知是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